在云端白板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的范例 也许自己有时间的话 如果 相当有时间 其实像这边也蛮多的范例 都可以拿来当相关的练习 只是说 如果有一些可能类似的 也许可以再提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 再来我们数学函数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我是觉得也还蛮值得可以提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那一道题 是抓那个勒透彩101 跟102年的那个历史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说 像勒透彩后来改成叫大勒透 然后呢 它的规则改一 它改1到42改成1到49 那一样是开六个号码 这样一个特别号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说 从大勒透 这边说这云端白板里面有个补充 叫大勒透历史资料 那这个网站 刚好它有把什么 把那个历来所有 从二龄 由新到旧 由旧到新 也不过它好像有旧版有新版 那新版反而看得 我觉得有点花花的 像刚刚各位看到吗 这个变成有点 这看起来不舒服 反而旧版的 列出来清单反而比较OK 但是这个地方 给各位一个题目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二龄它可以由新到 就由旧到 我们由 由旧到新 好看 不过它可以 它好像没有 没有那个 可能 或者是可以从哪里 从上面好像可以加个参数吧 好像这边可以 new 这边好像可以把它改一个 old 好改一下 好改一下 有没有 这边就由 2004年 1月5号 这个是第一期 然后呢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往下 有没有 然后第二 第二页 有没有 2004年 然后第三 第四 55页的话 就是2019 不过我现在是把它改成 old old 由旧到新 如果你改个 new enter 有没有 它就变成说 55页是这个 然后如果第一页的话 就是 从 最新的到最旧的 如果你一页数 你会发现 这个可以改之外 这也可以改 比如我现在是第一页 对不对 我要跑到第55页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最后一页 你也不用点这边 其实点这边跟修改这边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你将来你的资料 如果在网页上 第一个 你如果要把它抓下来 放到Israel 你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 上面网址的规则 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这边我大概说一下 它里面有一些规则 如果你慢慢可以知道的话 那你就可以吧 以后就比较容易 把网路上你每天需要的资料 可以把它抓到Israel 如果你不为的人怎么办呢 你就是突发愿干嘛 我就这样子 反正事情总是做得出来 做得完 但是相对的比较浪费 55页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放Israel 你会怎么做 以前是什么 选取嘛 Ctrl-C Ctrl-V 对不对 Ctrl-C Ctrl-V 每天都来一遍就好了 但如果你有一个方法 按个按键 全部都是 就是下载下来的话 对不对 我想你应该会选择 这个用程式吧 OK 那只是说要怎么把 这个做出来 那我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哦 你要先了解一下 它这个结构 首先的话呢 它的网址在这里 HTEP www 然后它的乐透8.com 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斜线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的程式 它程式名称的话 就是什么 List 什么 然后点ASP 就是它用的技术 OK 所以点ASP 其实蛮常见的 点PHP 或者点什么 点JSP 反正一堆的 那这个是不同公司 不同技术所做出来的 然后面的话有个问号 问号后面的话就是加的 就是所谓的参数 参数的名称的话 它有IndexPage 等于55 那后面的这个参数 它会因为你给它不同的 它会给你不同的结果 OK 然后呢 And 有没有串接 后面有个Order By 它可以是New 也可以是Old 有没有 所以它基本上 这个程式你可以带给它 两个那个参数 一个是叫IndexPage 不过理论上应该只能1到55 如果你给它1到56 会怎么样 它还是跑 但是它好像跑 好像跑 还是跑55 如果你给它56的话 它还是跑55 OK 那第一个知道它的规则之后 第二个的话 可是第二个我要怎么办 它这个东西放到Excel里面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Page开始 我们先 我预设它是由新到旧 我就把它改为 这边有个改为桌机 旧的 然后我们一样 第一个你们待会练习的话 就是先找到我的那个 云端白板的数学函数 里面会有一个 就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这个 打开之后它的连接在这里 因为它本来Google也可以找到 不过后来 它变成新版之后 好像就 没有在那个Google里面可以找到 所以你们直接到这边点击它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就点选这个第一页好了 点第一页 然后它会出现这相关的那个参数 那我们待会的话 就要练习什么 第一个如何从Excel里面下载 这些资料 那下载的方式的话 当然你想说 我如果今天要下载那些资料的话 怎么下载 其实有个方法 资料 里面呢 什么呢 从Web 这里就OK了 那可是问题啊 如果我重Web的话 我必须有五十五页 那我要重Web五十五次 但是其实 不用那么麻烦 你可以 只 做一次 把它录下来 然后外面包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55 那你就修改那个参数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待会需要做的第一个 就是你要先知道 它有这个功能 可以让你从网页下载资料 第二个的话你就用录制聚集 把这个动作录下来再修改 修改成一个回圈 因为我讲过嘛 回圈就重复做嘛 那只是说那个 关键的地方就是 Index Page等于1 第二次的话 Index Page等于2 那你就可以把1到55 那个变成i 比较好 OK 应该可以懂个历史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会还有第二个问题 因为它第一次会放在A1 可是你再来 你不能再放A1 因为再放A1 它变成会把它盖过去 不过它它我印象中它它不会 如果你看A1 它会向右移动 因为原来东西就挤到右边去 它不会盖掉 它是挤到右边去 所以变成说 你第一次下载会在最右边 慢慢慢慢后面的都 就是在前面 对不对 可是我们如果说希望 能够第一次下载到A1 然后再来的话 就让它向下追踪 追踪加1嘛 再让它往下的话 那这样不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一 请你先找到这一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网址先复制一下 记得好 就点第一页 点第一页 然后呢 找到这个位置复制 第二的话呢 请你到那个资料里面的同位 那把刚刚这个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按一个到 不过它好像会跳一些错误啦 反正这个错误你就全部都按4就好了 因为它里面的程式好像有点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而再来的话呢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要下载到这边的话 请你记得 它每个的表格 特别是哦 这个从Web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 它帮你下载 这个网页里面有表格的地方 有表格的地方呢 它就帮你出现一个这样的箭头 那你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箭头点选到这里 这个表格我要了 然后按汇入 它问题是汇到哪里 汇到A1 好 那第一个page 就帮你下载了 可是问题哦 你就一个嘛 那你就把它录下 再把它修改就OK了 好啊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你多一下哦 如果以后你的网页 刚好就类似像这样的逻辑的话 诶那你以后就这样 照同样的方法再做一遍就好了 还蛮 以后 反正网页上面 你经常会抓 网页上面的资料的话 你大概就去观察一下 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好啊 如果有一个 呃 重复性的逻辑 而且那个网页又是可以被抓取的话 那你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Excel 直接就把网页上的资料 直接变成在那个Excel 这个Excel里面的资料 你就不用每次都要复制贴 复制贴 太浪费时间了 试一下 那也就是说 诶如果大乐透的资料 全部都在的话 而且每一期都有号码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范例 改一下 请问大乐透 从开讲到现在 哪一个号码 出现的机率最高 那不就刚刚之前 讲的东西 把它再拿来做一遍 OK 不可能还需要有一些问题 需要逐一逐一的 来解决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